在一千年后的地球 地球已经被全球暖化和海平面上升所淹没 大部分陆地都变成了广阔的海洋 人类社会被迫适应新的水下环境 建立了庞大的水下基地和城市 泥土拥有了黄金的价值 谁也成了货币 眼前的男人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尿液收集起来 通过程程过滤 随后抿了一口 嗯 味道有点怪 温度也高了点 迈克环顾四周 除了一望无际的大海 还是大海 确认好航线开始出发 没多久 迈克就来到了一座 由钢铁和木材组建的水上城市 在这里 死去的人都是用来 给植物做化肥的材料 毕竟物质极度缺乏 尸体也是不可多得的肥料 迈克站在城外 从坛子里掏出一盆泥土 向墙上人的进行展示 头领看到后 连忙邀请迈克上来 随后 头领碾了一些泥土放入口中 细细品尝起来 这可是比黄金还珍贵的东西 这5.3公斤的泥土 给迈克换来了能满足他一个月的用水 一盆西红柿 迈克整理一番后 就准备离开这座城市 再次开启一个人的生活 城里的长老看中了迈克的颜值 请求他能够留下来 并希望他能与城中的女性繁衍后代 作为海上浪客 迈克早就习惯了独来独往 所以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这个要求 长老看他趋一一决 当即就污蔑迈克是海盗间谍 并下令抓捕他 迈克当然不会惯着他 直接与他们打了起来 在战斗的途中 迈克不小心暴露了 而且还要用最残忍的方法处死他 那就是将迈克关在铁笼 丢进化粪池做肥料 眼看着迈克只剩个头的时候 远处却传来了几声枪响 在这里 最高的残酷的处罚 不是将你灵池处死 也不是将你五马分尸 而是会将你 关进铁笼丢进粪池 活活窒息而死 化成肥料反馈他们 而突兀的枪响 让人们停止了对迈克的处决 纷纷拿上武器抵抗 侵犯而来的海盗 原来 海盗们得知 在这座城市藏有一份藏宝图 于是海盗头子便带上自己的手下 前来抢人 而在海盗们强力的炮火下 城墙如同玩具一般 轻易便被破坏 眼看整个城市就要沦陷 一个女人出现 将迈克救了上来 海伦唯一的要求就是 带他跟自己女儿一起离开 迈克满嘴答应 可下一秒 直接跃入水中 开始自己的船准备跑路 海盗们当然不会放过他 毕竟头领说了 一只蚊子也不能放出去 跑路途中 迈克放到了很多海盗 而且还让打伤了海盗头子的一只眼 三人成功逃了出来 但是作为钢铁直男的迈克 与另外两人只见的相处 并不是很融洽 而且女人的女儿小美 整天围着迈克叽叽喳喳个不停 这让迈克十分难受 这个时候 一架海盗飞机发现了他们 立即就是一顿扫射用来打招呼 虽然飞机被赶走 但是迈克的船也变得摇摇欲坠 迈克终于爆发了 那刀对着母女二人一顿挥砍 将怒气都发泄在了他们头发上 在漂泊的过程中 他们遇到了一个神秘的浪人 他带着一份宝藏级的物品 半张报纸换取了海伦的半个小时 迈克和浪人进行了交换 既然篱下的海伦没有选择的余地 迈克拿到报纸之后 迈克却反悔了 正准备进入主题的 浪人肯定不会同意 于是两人发生了争斗 浪人被迈克直接丢进大海 在航行的途中 迈克他们又一次 遇到了切而不舍的海盗 而因为对方人多势众 小美也被海盗抓走 这时迈克才明白 原来海盗的目标 一直都是海伦的女儿 那份记载着大陆的地图 也刻在小美的身上 而此时海伦与迈克也发生了争执 迈克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陆地 但海伦却觉得 迈克当时交易的泥土 就是在大陆上拿到的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 迈克当即带海伦 前往自己找到泥土的地方 当我们生活的城市 陆地被海水淹没时 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迈克看着沉寂在海底的城市 向海伦解释道 自己就是从这里得到的泥土 见到这个情景之后 海伦也相信了 或许真的不存在什么陆地 有的 只是枯鸡的海洋 当他们返回海面时 迈克发现自己的被海盗占领了 好在迈克因为拥有变种人的基因 能够让他长时间待在水中 就这样 他们坚持到了 海伦父亲发现了他们 并将他们带到了附近的福岛 随后 迈克独自一人前往海盗基地 准备救回小美 而海盗头子此时正在庆祝 他们终于拿到了前往陆地的地图 也正因如此 他才收获了一大批的谜底 这时 孤身一人的迈克到来 他直接将点燃的信号弹 扔进了游井 片刻间 基地就分崩瓦解了 海盗头子见形势不妙 带着小美就要开飞机逃走 却被迈克用钩子拉了下来 而此时海伦等人也赶来过来 众人开始研究小美背上的地图 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 兜兜转转 他们终于发现了前方的陆地 无尽的淡水 随处可见的植物 还有数不清的动物 他们深入着陆地 发现了一间破旧的房子 里面躺着两具白骨 而小美身上的地图 就是他们绘制的 最后 迈克还是选择了离开这里 或许是因为自己 拥有变种人基因 不再是纯正的人类